說 做什麼好事 我做了什麼好事 我做了 不該做的事 我不該當演員 Be Honest 因為 我是從天上逃下來的仙女 因為我偷了天堂的劇本 我覺得我有必要 把老天爺的劇本告訴大家 我是學法 所以要很嚴肅的嗎 我本身是IRSP 其實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入圍 因為已經工作很多次了 平時看我是一隻 可憐的拍片小狗 所以讓我入圍 應該被拍的人很帥 野生中物很可愛 因為我平常有拜拜 無敗無保備 常常拜媽祖 卻有保佑 我從頭到尾幾乎就只有我一個 工作人員 非常的負擔 把自己關在一個 黑色的空間裡面 一個人畫畫 真的很像在坐牢 某一個層面說是孤單 但是我很喜歡那個孤單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好 兩個人 也有兩個人的好 我們基本上 在學校 都不怎麼聊天 不太熟 那怎麼會湊在一起的 因為學分還是要打 我這部片其實沒什麼委屈 那其他片應該有一點 可以不要剪嗎好尷尬 有一定要說嗎 沒有 通常是我讓大家很委屈 跟剪接師在剪接的時候 不小心剪太久了 你一直在看他的剪接 一直在看再看再看 看到就是演化了 欠我的身體一些健康的活動 運動啊 早睡早起 讓大家多靈 就是很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給我拍片 不能在這樣拍 這部片欠了什麼 覺得對角色的挖掘還不夠深入 欠了一些在現場 好好創作的感受吧 都會覺得自己 還可以再更進步一點 我欠了那一班小朋友 很多包寶可夢卡 我欠那個睡眠債 感情債吧 因為拍攝者很多都對我們 非常的大方 可是我們鏡頭都沒有放過他 對不起 學代欠了滿多 我欠了薪水 薪水太少 你講出來了 欠錢啊 為了愁拍片前 吃了一個月的包子 拜託 拜託 就只有這些錢 幫幫你欠了債 還欠了大家的殺心酒 欠一座金色獎 他講的喔 欠奏 因為劇本一直拖很久 然後到開拍一個月前 還在一直趕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 還是我忘的 是真的沒有 但如果有的話 麻煩讓我知道一下 謝謝 我其實開到一半的時候 跟我前任分手了 其實做電影或拍片的人 其實還滿 滿沒用的 投資報酬又很低 然後又很痛苦 然後也沒有人認可之類的 但同時又覺得 如果能做到的話 一定是超爽的 睡不好吃不好 還滿痛苦的 做作品的時候都會痛苦 感覺習慣痛苦就會痛苦 但就是一邊痛苦一邊開心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在其他領域 就是感受到 跟這個一樣分量的感動 你就是還沒有辦法 接受自己其實 好像滿爛的 沒有感覺到 從此以後不拍片 我也可以好好活著 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很棒啊 不要否定自己 我覺得比較難的是 告訴家人我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 我妹妹剛好住在那一年故事 最後最後 你有什麼話想跟你媽講嗎 我想對我媽媽說 我會 連動你的份一起活下去 覺得我很勇敢 透過記憶列車這部片 也獻給我的父親 想謝謝我父親呢 他支持我繼續練下去 謝謝我媽媽媽 練一次不歸入 就是要堅持下去 幸好當初還有堅持住 自己覺得 對的選擇 OK的 你要相信自己 我覺得拍完它是踏實的 回頭看也沒有遺憾 盡全力了 沒有遺憾的地方 動力是 你發現你身邊有好多 好優秀的人 你很想跟他們一直合作 所以會一直創作 因為有你們 然後也因為這個緣分 所以我們才有這部片 很高興能夠 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地獄走一走 拍完以後回頭看 就覺得這些都蠻值得的 辛苦了謝謝你 不要落淚了 沒有 我愛大家 我真的排除了 你出品一了 這樣我無罪了 我相信你出獄了 從獲自由 更生 一二三 謝謝 排出現一 還是不是這個 這這樣就可以了 OK OK